中国酒店行业又出现了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女老板 她成功地将一家位于成都的小新酒店 转变成了价值千万的豪华客栈 而且她几乎没有花一分钱 完全依靠客户 竞相送钱送资源 这位女老板就是尹七堂的创始人秋沙 她的商业模式 值得所有人认真研究 一开始这个女老板就很聪明 她选择在成都这个天赋之国 开设了自己的酒店 位置靠近杜甫草堂和大慈寺 风格古朴典雅 充满了禅意 在喧闹的都市中 这种独特的格调吸引了不少忠实的粉丝和客户 但是酒店行业就算搞得再好 也很难产生用户的复购 于是 休沙想到了一个门店裂变的创新思路 让用户既参与投资又进行消费 这样一来 不仅能够帮助自己实现门店的快速轻资产扩张 还能够吸引这些高年性的用户 促使他们持续消费 因此 尹七堂沿入了一套合伙众筹的模式 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 认真听 相信你也能学到并应用这个方法 首先 他在平台上发布了自己的众筹计划 向有投资需求的客户发起招募 告诉他们 现在这家酒店需要2000万建设资金 而他们只需要投资5万块 就能成为酒店的微股东 拥有0.25%的股份 每个人最多只能投资10分 也就是50万 虽然这个投资额度从5万到50万不当 但人们为什么愿意投资呢 别急 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 他设计的投资回报体系 看看你是否愿意投资 首先客栈开业后 尹七堂将拿出高于85%的净利润 分给微股东们 举例来说 如果今年赚了100万 那至少会拿出85万分 给参与投资的微股东们 这个分红比例相当大方 如果你的股份占比较高 比如想投资40万 50万的老板 尹七堂还会额外给你提供 8%的最低年化收益 相比存款利息要高得多 其次一旦你成功投资 总部将返还给你投资金额3%的消费金 可用于免费游玩 比如你投资了10万 你将获得3000块的消费金 可以随时使用 同时还会享受到会员服务 如定制化住宿和旅游等 通通都有 所以既给了你投资回报 又给了你消费需求 因此对于那些有消费需求的投资者和老板来说 这样的投资回报和消费福利 相当有吸引力 所以众筹计划一上线 立刻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然而 此时 有人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这一切听起来虽然很好 但能否真的赚钱呢 尹七堂为了解除大家疑虑 设计出了一套完整的退出机制 该项目的合作期 共计10年 从租底开始计算 到第4年到第6年期间 众筹的投资人 可以要求公司 按原价回购他们的股份 即返还5万块钱 如果在此期间 投资回报 已经达到投资本金的70% 或者超过6年时间 那么 公司将不会进行回购 但是 会员权益将持续保留10年 有了这样的退出协议 投资人的顾虑就大大减轻了 毕竟他们还有全额退出的选择 这样一来 大家的担忧就烟消云散了 短短几天内 尹七堂就筹集到了2000万的资金 对于尹七堂来说 这意味着更多的好处 首先 他们无需投入任何资金 仅凭聚集众人之力 就能够开设新店 实现了轻资产扩张的目标 其次 这50位股东 各个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财富 使未来变现了机会 比如企业团建 公司年会 旅游项目等等 资源越丰富 尹七堂的盈利就越客观 再加上这些忠实的用户不断引流 尹七堂根本不用担心客源问题 因此 众筹模式不仅仅是在筹集资金 更重要的是在筹集人和资源 大家共同努力 将公司打造成轻资产 低风险的经营模式 让每个人都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因此 小老板们是投资者 他们将资金投入到企业中 并通过经营实现回报 而大老板们则是融资者 他们通过融资来扩大企业规模 最终实现回报 如果想要企业壮大 就必须学会利用社会的人力 财力和资源 为社会创造价值 顺便自己赚点钱 几乎所有能做大的企业 都是这种玩法 像华莱士 百果园 亚朵酒店等